好的 谢谢北京演播室 谢谢端端 李红 再次回到我们的西安演播室 大家看到我们的两位 当地的文化学者嘉宾 已经就位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是肖云如先生 您好 还一位是民俗专家 王志先生 您好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 也说了很多次 西安是文化古城历史悠久 而且周勤 汉唐等 13个重要的朝代 都曾经在这里建都 而且中华民族的 很多优秀的一些 这些文化 历史 习俗 都是源自于这些朝代 那么首先想请肖先生 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西安和中秋佳节 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 对 西安和中秋佳节 渊源很深 因为在远古时期 我们就有崇拜 太阳神跟太阴神 这种习俗 月神 西安近郊的 这个灵通的历山老祖 就是女娲 就是月神 那么后来到了周代 由于农业文明 它开始来计算节气 它就有秋分 中秋这个说法 所以是源于周 而胜于唐 然后最后在宋明以后 开始普及全国 它分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是从宫廷庙廊的渠道 传递下去 一个渠道从民间坊间的渠道 普及到老百姓中间 而且像这个西安和中秋佳节的 这种渊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就是跟传说 美丽的故事有关联 王先生是长期在民间进行采风 这方面的素材应该很多吧 像咱们月亮的这个故事非常多 很多还跟咱们产有关系 比如说月饼 就是杨贵妃给起的名字 比如说月饼就来源于胡饼 比如说唐王游月宫 在月宫记下倪商语区这样的传说 而且这种传说是我们的奶奶 坐在像这样的桌旁 对着月亮 给我们用童谣的方式来讲 那么今天我想我用陕西话 给咱们讲一首 关于月亮的童谣 行 你来说一说 如果大家听不懂 我来翻译一下 可以可以 我们把月亮叫月亮爷 这是月亮宫拜案 月亮爷张张稿 齐为骂夸耀道 咬到肠撒个羊 羊磨血撒个瘪 瘪又油 砸个麻花子喽喽 腻一哥 饿一哥 给粘鼠哇哇 流亮哥 所以这种童谣非常多 我觉得在理解方面 可能应该没有太大的障碍 说得很清楚 其实也是把月亮叫爷 其实就是月亮神 对 其实也是寄托民间 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期待 对 愿望 其实每一个节日 它都有它的一些 非常标志性的符号 你看比如说端午节 我们要吃粽子华龙粥 那么中秋节是要赏月 还要吃这个月饼 对 那么除了这些习俗之外 咱们西安还保留了哪些 和中秋节有关的一些习俗呢 当然赏月 它跟各地风俗也不一样 我们这儿 它是因为在月光下面 摆上暗头 有些共评 然后上一辈 给下一辈讲故事 传承文化 然后会一会儿 过去以后就分尸那个故事 口口相传 口口相传 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这儿 还有打枣的风俗 打枣 就是我们这边枣数多 打枣 枣是什么呢 就是儿女 所以抢枣 打下来抢枣 叫抢儿女 多子多福 我们这儿还有 敬老爱贤的 这个中秋的风俗 就是一定要提上月饼 到上一辈 老人和你的老师那儿去 这是为了一种孝道 为了一种礼仪 还有就是吃饺子 那也是生之崇拜的一个 这种还有一直到我们 陕西关中的这个花膜 水晶饼 种种做法 一直到现在 还是热消费 就是所有的这些习俗当中 其实都是渗透着 包括尊老爱悦 这些美好的 这样的一些传统 在里面润泽着 我记得唐代著名诗人 白居印曾经在他的 8月15日夜 彭廷望月这首诗当中 有这样的两句 说西年8月15夜 驱江池畔 信源边 现在我们所处的 这个地方就是驱江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就是信源 这可都是唐代 非常著名的赏月圣地 那么 萧先生 还是请教您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 您觉得西安 还有哪些赏月的好去处 是 芙蓉园 信源 这都是一光流彩的地方 我倒推荐大家 到一个非常亲近的地方去 就是秦岭 秦岭 王维曾经有诗 山居秋明就是写的秋天 明月松坚照 清泉石上林 那么干净 那么绿 现在的秦岭 经过铁碗的整治和保护 更美了 更绿了 水更清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到秦岭去赏月 离月亮更近 有可能能看见吴刚和嫦娥 还有其实大部分人 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门口 西安人来赏月 因为自古叫做 这个八水绕长安 自古有这个说 有八条水 所以西安很多居民 就住在水边 今年来世上 把这个八水绕长安 改了一个字 叫八水润西安 就润则这个城市 润则民心 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这些河流都整治得非常好 我们西安市民 推开窗子就是月亮 举头望明月 低头看颇光 这个就是千古长安月 今夜户户户 所以这是一个好地方 当然还可以到一个西安 标志性的一个地段 这就是南门广场西安城墙 西安城墙是被文物界跟旅游界 都交口称赞 保护利用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把鹿 城墙 护城河 护城公园 和顺城巷 五位一体打造 在这儿你可以休憩 可以成练 可以跑步 可以谈恋爱 可以泛舟 也可以消费 还可以发丝骨之忧情 对 西安的确有非常多的 可以去赏月的好去处 是是是是